小白現在人在什麼地方呢? 我們到了青城白河 青城白河呢 它雖然江東去 東京比較南邊的地方 青城白河 最有名的是什麼? 就是青城白河庭園 我們現在就要去看青城白河庭園 去完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去造生川飯 蛤蜊飯 感覺是飛航非常好吃 然後呢 我們再去看其他地方 一進這個庭園呢 我就覺得非常的peace 而且我覺得挺漂亮的耶 很努力想要看懂他們的這個枯山水 因為這叫回遊式庭園 他們每個景呢 都有它一些意義在 這個叫做伊豆雞石 可能有些特別的美感吧 我不懂啦 哈哈哈哈 這個呢叫做 伊豆川石 我猜是應該是從河川裡面拿出來的 石頭那個磨的程度 很像河川裡面有些小石頭 會在石頭上面這樣滾滾滾滾滾出那個洞來 但是故意在草地上放一塊石頭 是不是有一種草地上的一座山 不會啦齁 因為這個草還蠻高的 我剛才聽導遊說這個 庭園呢超過三百年 我是真的覺得它是蠻別緻的一個庭園 一個松樹呢 要把它折成這個樣子呢 是要好幾十年啊 不是個幾年就可以養成的喔 要不是為了要改變呢 其實我覺得我可以在這邊做一整個下午 這個景實在太有意義了 剛剛那個景呢讓我反思一件事情 是是不是為了拍這個瑜伽的影片呢 都把娛樂行程拍得太滿了 因為剛才那個地方 在那種美景前面 我覺得你可以很深沉的 跟心靈對話呢 其實日本人呢 會把松島呢 列為他們非常重要的 日本三景之一 我覺得不是沒有人的 你看 幾乎所有的這種山水庭園呢 都會有一個這個 松島形象的造型 在這種小島 放在池汁的中間 清晨庭園的清晨兩個字呢 講的絕對不是它的水 因為它的水呢 從頭到尾都會呈現一個 抹茶的綠色 所以日式庭園基本上都會有的 九重塔 那通常九重塔的附近呢 應該就會有個神龕 神罩還是神龕 那個字到底怎麼唸 是神龕 果然這邊就有一個 石佛群 更生塔 只要講到更生兩個字的 都跟猴子有關係 這個更生的這個石頭像 大概三百多年 那佛像呢 佛像小的九歲 所以都是三百多年 快四百年的石雕 石雕 新香漬 現在換新郎 是不是瞬間有種不協調的感覺呢 不看啦 老闆娘 她在看妹妹 我現在整個很美少 我現在沒有時間 沒辦法在涼亭裡面呢 喝完抹茶 再走 絕對是我來這個庭園 最大的遺憾 九庭園我去過 舊谷河庭園 不錯 他是看玫瑰文化的 六億元 看夜鷹 那都在旅屋的附近 然後我今天來了清城庭園 所以這已經連成一線了 看我可不可以就是九顆星 全部把它給連起來 老闆現在來到清城白河的 人品咖啡 但是呢 我就聞到 旭的氣息 他在裝修當中 小老闆不知道 遇到第幾百次 我來這個重要的 餐廳 啊 總之他在裝修 他的裝修到十月初 十月初之前 有打算要來這個清城白河 人品咖啡的人呢 就不要來 免得白跑一趟跟我一樣 啊 如果看我的影片的話 絕對是我第五次 這種重要的 餐廳請電 拿什麼過來 他就沒有回來 可是呢 旅行就是這樣 就是要有一點點遺憾 我覺得我真的太曬了 十塊也沒開 那我現在找怒吃麵包冰淇淋 吃飽麵包冰淇淋 我覺得不會太甜 怎麼也不爽 都 淹小的色 大公益 超小的 我終於看到 從小的偶像 足球小匠役的男主角 那有機會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足球小匠役的那個漫畫 那有另外一個跟他一樣重要的角色呢 是守門員 叫若林園山 還有另外一個雕像是若林園山 我們去拜訪若林園山 就在一個小馬路口 商店街 過來小馬路 走路大概五分鐘左右 看到了 若林園山 他是拿足球小匠裡面最厲害的守門員 他非常的厲害 他什麼球都捨得下來 他後來呢 因為持續的受傷 然後就換另外一個長頭髮 然後他也蠻厲害 可是我忘記它是什麼名字 今天收集到 兩個超球小匠役 接下來我就要去吃吃喝喝 我想吃的店呢 我發現禮拜二整個上都沒開 那有一家串烤店有開 聽說是頗好吃 那我們現在呢 就去那家店 Let's go 其實我今天不知道我今天到底要脫衰 所有要吃的店都沒開 都在幾天共生活 我就是這麼衰 我 想這樣的愛情 讓我苦惱 總一個人又哭又笑 今天呢 我們來的父親事件 我要去的店沒有先開的 我從早上到晚上 我也要燒起 我要先去入吃蚊子燒 來淺草呢就要吃蚊子燒好不好 看我今天 不會連蚊子燒的店都沒有開 我現在覺得糟了 第一次在這個時間點來淺草這條街呢 居然沒人 這是淺草的中央通美 感覺就是 每間店都沒開 沒開 沒開 今天這一集呢 就是各種商店沒開的 香老闆特集 那如果呢要在敬老日之後呢 隔一天來日本玩呢 就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很多店不會開 它不想打得出來 它有一個細小的美麗 最後呢就是要拿小小盆子 對啊 但是後來那隻手 手手手手手就變得出 今天這次的蚊子燒呢 是六文錢 蚊子燒這個東西呢 我要鄭重的跟大家講 一開始丟進去呢 炒完之後還有點糊糊 但是開始滾動的時候 那時候就要開始吃 所以蚊子燒呢 它是吃一個 鍋鍋的裡面有料的東西 而不是把它煎到變成 硬硬的 或是有一層 像一個煎餅的感覺的時候在吃 不是喔 所以它是一個 濃的 魷魚羹的概念 所以它跟大阪燒是不一樣的 大阪燒會燒成一個餅 我想這就是文字燒 跟大阪燒最大的不同 這是一個吃起來 非常空虛的東西 那如果我說我現在肚子 好像有點飽足的感覺 應該不是文字燒 主要來自於我喝了一杯啤酒 吃文字燒呢 它真的很鹹 那記得要配飲料 那我是覺得還蠻好吃的 就是吃些氣味啦 大家可以來嘗試一下 我現在在淺草的遊客中心 我要去大樓的長老台 看一下淺草的夜震 中間 重點是 長老台可以開到 這個角度 我一直都想說 這個角度的前草怎麼開的 原來是這樣拍喔 原來就在找那個台上面開的 總是 很特別的一個地方 覺得可以來開一下 不錯喔 你看 可以看到這樣的淺草 我覺得意外的還不錯 現在準備要走喔 今天 十點半 晚上吃的東西呢 實在太空虛了 那個什麼文字燒 所以我現在怒吃 一蘭拉麵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 淺草一蘭拉麵 居然沒有人排隊 吃完一蘭了 就是給他們的 什麼小菜都備齊的那一碗 一千四百多塊的 拉麵 我覺得一蘭最厲害的就是 讓你不會太飽 但也不會餓 我覺得這一蘭成功的地方 會有一種 拉麵吃完都出了一種 飽膩感 可是呢 如果讓你吃完之後呢 口齒流香 但又不會 又不會飽 我覺得那個真的是一門藝術耶 好 總之我現在吃完一蘭拉麵 今天可以睡覺了 晚安 我們明天見 掰掰